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来说 人到三四十岁的时候经过岁月的磨练 一般会在额头上留下一些皱纹 即我们常常说的抬头纹 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就有了抬头纹 表明这个人过得非常辛苦 而抬头纹正是操劳的见证 不过并不是所有有抬头纹的人都是操劳命 如果一个人到了五十岁以后仍然没有抬头纹 表明这个人缺乏进取心 或者他天生命好 根本不用辛苦工作 此外 根据抬头纹的形状 三条整齐而不断的抬头纹最好 这三条抬头纹又称为天地人 代表长辈 平辈和子孙 并且表示他们的关系都很好 如果拥有王子抬头纹 表明这个人有领导能力 可以当领导 如果三条纹路像蚯蚓一样 表明这个人喜欢钻牛角尖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男人的抬头纹都有哪些寓意 一 三条抬头纹面向分析 一 只有一条天文者代表事业成功运破家 做事有贵人帮助 但是基础运不牢固 并且事业有高度层次 能够继承父亲的优点 二 只有一条人文者多得朋友兄弟助力 做事比较牢固 一生行动力颇强 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 三 只有一条地文的人 地文代表货品的多少 与母亲感情好 或者家里期许颇风 地文清晰的男人也能娶到美妻 二 横纹里有垂直线 一般抬头纹的纹路多为横纹 竖纹比较少 但是如果在横纹里有一条竖纹 那么这种面向的人性格很刚强 有意志 很有古时候的大将风范 一搏云天 不过这样的人也是比较顽固 三 尤其身在这种复杂的社会时代 容易遭小人陷害 这种面向的人所遇到的天灾人祸可不少 三 朝上朝下的抬头纹 一个人的抬头纹有很多种 如果一个男人的抬头纹朝上 那是一种好面向 表示这个人有能力 日后会出名 大富大贵 名成立就等等 但如若是抬头纹朝下的 就不是什么好面向了 抬头纹朝下表示人生多坎坷 多灾多难 为人需要小心谨慎 严格律计 行善积德 才可能生活平安顺利 四 三条整齐而不断的抬头纹 如果是三条整齐而不断的抬头纹 那是最好的抬头纹面形 三条纹各表示着天地人 因为整齐而不断 寓意你总是能够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局面 尤其能够和身边的人和睦 关系友好 如果还能有一束纹 形成王字的抬头纹 那么表示你这个人很有领导能力 他日必定重拳在手 五 像蚯蚓的抬头纹 抬头纹的纹路如若像蚯蚓一样 此面向的人性格固执 看事情 想事情 不善于多角度考虑 喜欢钻牛角尖 明明自己没有一个结论 也不愿意去请教别人 总留给自己去纠结 表示这样经常为有的没的事情而烦恼 才形容了这种纹路的抬头纹 抬头纹面向分析 一 抬头纹朝上叫燕子纹 有这样抬头纹的人 代表个人能力强 一方面可能大富大贵 名利成就 另一方面可能会操劳一生 二 抬头纹向下是不好的预兆 一生命运比较坎坷 要多积德行善能转变命运 三 如果额头上的皱纹现出比较多 但不清晰 而且有横纹 有一根垂直线的人 这样的额头的人比较少见 他们性格刚毅 做事不拘泥俗理 但这种人的命运不佳 可能会遭受天灾人祸或交通事故 需要多多注意 四 如果有三条抬头纹没有中断 并且很直 中间没有有条竖线 这是最标准的抬头纹 主一生事业顺利向上 五 没有抬头纹者 一生运气颇佳 经常有贵人出现 而且心思纯洁 六 额头都是乱纹者 也就是抬头纹过多的 代表一生多辛劳 付出许多 但是没有回报 且一生多苦 七 抬头纹粗而深的人 比较看重他人的评价 以自己的行动与努力 获得金钱与地位 多操劳辛苦 八 抬头纹细致有序的人 这样的人做事严谨 不会轻易许诺 工作效率与成就较高 一生多向上升迁 九 抬头纹上有志向的 天文有志向 代表运气受阻 不能与上级沟通 人文有志向的人 与同事朋友难以相处 发展受挫 地文有恶志向的人 家庭缘分薄弱 并且一生多气 各种抬头纹的解释 一 玄真文 玄真文的人 一生做事都会力不从心 因为他们有满腔的斗志 也发挥不出来 所以这样俄文的人 劳心劳碌还劳财 二 如果玄真文非常长 一直延伸到山根的话 还会影响夫妻生活 一生命运都会比较坎坷 二 蛇行文 如果横文长得像波浪一样 很严重的弯弯曲曲 心弦称作蛇行文 有蛇行文的人 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 无论是开车或骑车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三 大字文 额上有大字文主兄 因此做事和投资 都要小心谨慎 因为这样的人容易交友不慎 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 所以无论在什么事情上 都要三思而后行 四 福西文 在额头上 有三条整齐并排的纹路 一般称为福西文 最上面的称作天文 代表来自长者的助力 中间的称作人文 代表平背的助力 最下面的称作地文 代表来自晚背 或部署的助力 只要这三条文都连续不断 就代表能够获得三方的助力 如果文路有断缺 或模糊不清 代表来自那方面的助力 就比较弱 举例来说 如果中间的人文有断缺 代表来自平背的助力 就比较少 五 飞燕文 如果横文分布的 想正写或倒写的人字 入字 也可以就称作飞燕文 有这种文路的人 在年轻的时候 也会比较辛苦 个性较柔弱 会怨天忧人 或失去斗志 他们的上进心不强 但不明理 其次很适合 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有些人会从事宗教 或慈善事业 六 景字文 印堂有景字文 高官可达 在企业里 往往能独当一面 是总经理 董事长之才 但是如果是女性 往往会克服 因为事业成功的女人 大多婚姻 都不是很顺利 七 养月文 如果滑盖文的两边尾端 微微向上扬起 如心悦一般 有心弦称作养月文 跟有滑盖文的人一样 只要肯咬牙努力撑下去 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 八 滑盖文 如果只在额头的中央 有着一条横文 在幼年时期就比较辛苦 不容易获得来自父母 或是长辈的照顾 由于出身背景比较可难 所以求学路上 也比一般人要来得艰辛 但是就因为这样的成长背景 才培养出他们超越常人的 坚毅决心和耐力 虽然一路走来 比其他人要辛苦 但终会有熬出头的一天 九 养月文 如果福西文中 只有两条平行整齐的横文 我们就称作养月文 养月文也是相当不错的文路 代表他们头脑也很不错 出社会工作 也能创造不凡的表现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试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